近日,Crosstown LA分析了洛杉磯市交通部的數據,發現今年上半年,洛杉磯已經開出92萬2千張為停罰單,其中超過24萬1千張涉及在街道清潔區為規停車。 Crosstown LA表示,目前每兩個星期清掃一次街道,居民可以通過Streets LA網站獲取街道清潔區的相關訊息。 另外,就地區而言,Venice開出的罰單最多,其次是Boyle Heights,Westlake地區和韓國城,同時,星期四開出的罰單比星期一更多。